中共內部爆猛料 胡錦濤被加酒傳印他 未軍揭共軍腦底 羅賓的中共如何應對 胡錦濤被離場 國際聚焦神秘紅城文件 習近平三連任 中國夫人集體外套 俄軍已在備戰 埃每包四大可疑即將 國際持續關注 胡錦濤在中共二十大上被離場 及習家軍上位等變局 中共官會24日發問強調 中共兩位的殘身 是習近平親自罷關 並提及有人主動退下來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黃君濤分析權鬥內幕 與中共政治動向 與中共體制內高官有聯繫的 黃君濤告訴大紀元 他獲得的內部消息 或能助證官方說法 習本來與胡錦濤達成協議 讓李克強汪洋留音 胡春華都入場 兩個確立都能夠入黨章 但到了開會前 習近平突然看話 胡春華不能入場 他想推另一個人入常委會 還要讓兩個確立繼續入黨章 胡錦濤就不行了 威脅習說要是小胡不能入場 兩個確立都不能入黨章 李克強、汪洋都似 沒想到習竟然全部都直接伴上自己的人 黃君濤說 這個消息來自中共一個呼吸幹部 他們的級別能拿到真實信息 但中間會參習自己的東西 由於習近平激怒黨內 共產黨現在變成了習家黨 官員滿暗地裡要和習切割 所以很多人就不太遵守黨內保密紀律 黃君濤中說 由於事關中共內鬥 用不著同情誰 而他收到的消息稱 二十大之後 還會繼續政治大清洗 團派現在是人人自毅 據說還可能要清洗鄧家 而習在經濟上要搞創新驅動 不符合他標準的企業要被淨輸 可能經濟領域也會一片哀恐 黃君濤說 習近平用人特點就是任人為中 中是第一標準 要維護習的領導地位 在這個前提下 有些人被陰庸 只是不希望這個職位被人家拿走 好像連北京都搞不定 給意外入常的蔡奇 就是習用來佔位的 如果蔡奇不去 就要給其他派系的人 最後黃君濤說 習近平要繼續做 全世界卻都不提好 但這是天意 天要滅中共 反正共產黨在習手裡就玩完了 中共二十大黨代會剛剛開園 針對中共對台灣的威脅 美國軍方祭出大禮 曝光了中共最具先進武裝的火箭軍的所有信息 此舉如同剝光中共軍方 軍事秘密大曝光 如同羅賓 推特有名的時政推主 在網站轉發了美國軍方曝光的255頁文件 這些文件內容涵蓋了中共火箭軍隊的所有信息 全國各地火箭軍的基地座標 主要指揮負責人名單和辦公為置 後勤單位和各項配套設施等等 資料詳細全面都令人摘捨 使中共心境膽戰 火箭軍是中共部隊最重要的武裝力量 沒有之一 習近平曾在2015年的一次講話中透露 火箭軍是俄國最重要的武裝核心力量 是俄國大國地位的戰力支撐 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如今美軍將習近平的國家重中置重的武裝基石 曝光於全世界 只要有網絡的地方 就可以下載 瀏覽獲得該信息 有網友稱 美軍的信息好準好全 這點在俄烏戰場上被證實了 現代戰爭的核心就是信息技術戰 美方此舉很可能是威懾中共想侵犯台灣野心 中共無法掌控最重要的軍事秘密 這次經各火箭軍資料被曝光 下次可能會是空軍、海軍等重要軍事信息 人們能想到的一切中共軍方情報 都有可能已經被美軍全面掌握 並隨時曝光 中共在羅賓下將如何應對 外媒報導 中共前領導人胡錦濤被帶來二十大現場時 一個神秘紅色文件夾引發外界關注 至少有兩國媒體報導說 胡的離開與文件有關 有學者分析 胡錦濤可能想效仿陳少敏 投下不賺成票 西班牙媒體ABC International駐京記者 裕漸奧24日發表文章說 他們用400長焦鏡頭拍到的照片顯示 導致湖被帶來會場的紅色文件夾中 有一份黨的領導陳名單 裕漸奧說在幾個鏡頭中 文件夾中的一些文件被曝光了 雖然從遠處看不清楚 但能夠提到一些志願 有一份是中央委員會 和紀錄檢查委員會成員的選舉名單 美國大學助理教授 唐智鶴具體分析了最新流出的胡錦濤影片 他說外界沒有人知道 胡當時發生了什麼都只是猜測 但需要了解一些背景 唐智鶴說 胡錦濤是制度產物 在中共體制中 人人都被教導說黨的利益是守衛 即使你不同意某事 都不會公開表達 因為這個只會讓所有人 尤其在你的情況變得更糟 他認為 如《華爾街日報》記者 王春漢報導所說 習近平追求對中國的控制 甚至針對老友 而習的風格是慢慢的 有意識的削弱對手 而非採取突然 令人震驚的手腕 唐智鶴表示 中共政治是刀光劍影的鬥爭 但領導人採取更明顯的 違反規範的方式行事並不典型 而在二十大報告中 習武明確拒絕改革開放 如果說習清洗胡錦濤 是想發出與過去決裂的信號 這個與他對歷史的看法是互相矛盾 唐智鶴表示 列寧主義領導人一般不會在正式會議上被清洗 除非他們異常焦慮 胡耀方就是一個例子 但有可能胡錦濤是想要像陳肖文一樣 陳肖文是在黨的第八屆 十二次全會上 譴責劉小騎士唯一無拒手的人 唐智鶴認為 如果真的這樣 考慮到歷史延續性 這個將非常令人震驚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二十大獲得第三任期後 傳出中國富豪及精英集體逃離中國的現象 引發外界關注 英國金融時報二十五日報道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 習家軍長權自制 中國富人紛紛啟動離開中國的計劃 曾與香港與中國富豪家族合作的歐洲律師 萊斯·佩蘭斯指出 習近平將其同志時間延長後 對中國商界精英來說是一個轉折點 此前他們隨著中國經濟繁榮都得益了幾十年 但現在 萊斯·佩蘭斯收到至少三個來自中國商界超級富豪家族的指令 就是繼續執行他們的逃生計劃 報導指出 近年不少中國知名度高的人都短暫或長時間在公眾視線中消失 例如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少十五年後在上海接受審訊被潘營的明日系創辦人蕭建華 傳聞涉及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孫政才貪腐案 已被查的中國女婦商段偉雄 這些例子都是令中國有錢人對自身安危更加擔憂 萊斯·佩蘭斯形容 夫豪都有一句座右名 就是在海港中準備一艘快艇 兵方有金條並第二套文件 按成現在的說法就是準備一架私人飛機 護照及外國銀行護照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世界 與此同時上海及北京的移民公司都接獲大量有穿越成就的人申請美國6級 他們的等候時間會較超級富豪以投資方式獲得6級快 一名為中國富豪服務的美國房地產平台創辦人說 由於大多數客戶急於離開中國 但是私錢沒有小心計劃 他正在努力處理大量新聞 早在今年7月下信 彭博社就發表專題報告指出 由於中國冒費疫情加上經濟放緩 約有一萬名中國婦人正尋求離開 當時倫敦投資移民諮詢公司Henry & Partners估計 這批婦人移民會導致從中國撤走480億美元 近日車神領導人暗示俄烏戰爭將進入新局勢 對此有外媒猜測俄羅斯正在備戰並收集了可疑跡將 根據新聞週刊10月26日報道 俄軍疑似在準備全面戰爭 此猜測是來源於俄羅斯長期問有車神領導人 拉姆贊·卡德羅夫19號暗示 他說烏克蘭戰爭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 一切都會有所不同 對此該媒體收集了俄羅斯正在為全面戰爭做準備的五個跡將 首先是俄羅斯資金用途 據俄羅斯獨立新聞媒體莫斯科時報 緩引分析師的估計報道 估計有40%的更濟被認為處於戰爭狀態 第二是設置相關緊急場所 有電報頻道報道說 居住在塞亞斯托波爾省北部的莫斯科人 正在將他們的地下室改造成防彈室 當地居民表示 床墊和接叠床正在被轉移到房屋的地下室 當地省長 米哈伊爾拉茲玉扎耶夫都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地方當局打算為防彈室的入口配備指示牌指示人們快速進入 另外與當地警方有密切聯繫的俄羅斯電報頻道 巴雜報道說 莫斯科的醫院和診所正在興建庇護所 第三是莫斯科警察被要求參與訓練 據巴雜報道 該地警察正被帶出該市進行行軍和射擊機槍的訓練 最後克里姆林宮和俄羅斯國家和到馬爾會正在為潛在的戰爭做準備 國營通訊社、國際民傳電信社 換引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新聞處的話說 俄羅斯演習已經開始 其中包括發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 根據新聞網站博河報道 克里姆林宮在一份聲明中說 目標都已經實現 所有試射導彈都達到了自定的目標 國防部長謝爾蓋、小伊胡都補充說 這些演習是為了模擬俄羅斯的大規模核打擊 以防對該國造成任何危險